先讲一下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预期减息四分之一离 本港多家主要银行跟随减息 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宣布减息四分之一离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降至4.5至4.75离 是连续第二次减息 减息较9月的半离小 联储局的会后声明说 美国失业率上升 但仍然处于低水平 通胀也正在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 对于特朗普在大选胜出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 短期来说 大选结果不会影响联储局的决策 而随着利率逐步接近中性水平 日后可能有必要放慢减息步伐 重申经济仍然面对不少不确定性 利率期货显示 此场预计12月的议息会议 减息四分之一来的机会达到7成4 根据联储局点阵图的预测 明年底利率的中位数是3.25厘 即是明年可能仍然有一利的减息空间 它的政策究竟会是加关税 或者宽松的财政政策 会对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 这一部分都是会对联储局 未来的减息的走向 可能有一些影响 特朗普上场之后 市场反而是对于减息的预期降温了 至于本港几家主要银行 都跟随美国减息四分之一来 汇丰、恒生和中人香港 最优位利率降至5.375厘 渣打和东亚就降至5.625厘 下个星期一起生效 金融管理局提醒 要留意环球市场波动风险 利率在一段时间之内 仍然可能处于较高水平 市民作出置业 按揭或其他借贷的时候 应该小心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 录片撥导 美国商隔两个月再减息 本港多家主要银行跟随 供楼利息再减 有地产代理就认为对楼市有提振作用 但亦有市民说仍然未有信心置业 两个月前 美国减息半厘 香港没有根据 多家大型银行 下调最优惠利率四分之一来 今次联储局再减息四分之一来 本港银行跟随减 两个月以来一共减半厘 供楼人士又省了多少呢? 以六百万的住宅借九成做二十五年按揭计算 上次下调最优惠利率之后 实际利率降至3.875厘 每个月供款少七百多元 今次再下调 实际利率降至3.625厘 月供再少七百多元 跌至二万七千多元 供楼负担比起两个月前 每个月省了一千四百元 会不会增加市民买楼的意欲呢? 完全不吸引 至于香港未来的经济都不问题 楼价都不觉得那么乐观 所以短期来不会觉得经济 长期持有物又长期牵涉的感觉 暂时不会买字 因为我看楼价还会下调 先看定一点 有地产代理说 上次减息之后 一手楼成交量多了三倍 但楼价也只是虚微止跌 今次在切勒之后再减息 对楼市有提振作用 接着那两个月时间 我都有这么多政策的帮手 对楼价都乐观 如果乐观看 3至5%的升幅都挺大 会不会是小洋中 起码第四季会很旺 会不会持续 2025就好看下一次的意识 特朗普政府上场 很多政策可能会刺激到 美国的通胀会再临 他未必会减息 可能会加息 他说因为外围政治因素 减息周期能不能延续 仍然不明朗 穆斯尼斯记者 侄月文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主持有关香港发展的座谈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国官员和工商界人士议会 由记者王子瑜在深圳报道 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深圳吴州宾馆举行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一同报入会场 特区政府多名官员都有出席 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 多位工商界人士也获邀出席 包括南风集团董事长梁感松 贸发局主席林建岳 新世界行政总裁马兆祥 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贝君琦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心等 据了解夏宝龙的讲话 围绕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展示国家坚定不宜扩大开放 支持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并表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充分发挥独特地位和优势 在助力国家进一步全面改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也提及香港工商界人士 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要深入认识自身角色和责任 以实际行动全息爱国爱港情怀 积极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主动在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担当作为 据了解夏宝龙也指出香港由自及兴 迎来了可以轻装上阵 全力谋发展的最好时期 社会各界需要更加坚定 对特区发展光明前景 和一国两制恒稳致远的信心 将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好 发挥好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主动识变 应变 求变 而与会者围绕讨论 如何促进香港由自及兴 和助力国家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 港术自身有什么具体谋划 如何发挥作用 夏宝龙今年9月在北京和行政长官李家超 见面时曾经提及 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企业家 以实际行动建设香港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在深圳报道 港铁今年头9个月 在车站里面一共录得430宗扶手电梯的意外 即日开始会加强宣传推广 并且由年初开始将大约200条扶手电梯速度减慢 使用扶手电梯时 请勿站近梯级边缘 香港人节奏急速 很多时都见到有人在电梯上行 这位女士拿着行李 顾不到要紧握扶手 只要见过人家发生惊险 我自己就触摸手电梯 可能有人会碰到他 总之他跌下来 我通常都会扶着 就算我走也会扶着 港铁今年头9个月 共录得430宗站内扶手电梯以外 当众大约6成与乘客没有紧握扶手 或者在电梯上行移室平衡 被其他人撞倒 与携带大型物件有关 伤者最严重需要送丸 为了提醒乘客 港铁即日推出全新宣传短片和海报等 不再是左行右旗 变成左右旗稳 同推广大大型行李乘客 港铁更加由今年初开始 将部分车站 尤其转车站 共大约200条扶手电梯的速度较慢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 去提升扶手梯安全的一些措施 包括我们这个左右旗稳 紧握扶手这个宣传 其实我们也参考了 也留意到近年我们香港的人口老化 我们出行的人士都多了很多我们的旅游机 我们都相信期望 如果我们在扶手梯上面相对减速 可能可以帮到扶手梯意外 港铁最近也采用扶手电梯障碍物识别系统 设置相机和LED照明灯 能够偵测硬币和螺丝等小小物件 如果有二样会发出警号 通知站内职员清理 港铁未来一个月也会安排扶手电梯安全大使 在不同车站提醒乘客用扶手电梯的时候 注意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